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来自Fully Fishery的春辣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smoke duck 烟熏鸭 可以到这个Fully Fishery的网站购买这个东西 非常方便 我们来准备一些材料 炒饭一定要少不了这个 红葱 红葱末 这个红葱可以 炒饭的时候可以把那个香气带出来好不好 我们来点蒜末 蒜末备好了 放在盘子里备用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smoke炒饭 这个smoke duck 拿出来 我们先切片 一部分是拿来煎这个smoke duck 烟熏鸭肉片 还有部分就切成丁来炒饭 smoke duck 通常旁边的皮 看起来会比较油腻肥肥 对不对 放着然后切丁来炒饭好不好 我会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方式 就是用moke duck的油去炒饭好不好 我们等一下用的湿油会比较少的 然后这边呢我准备了大概两碗饭 我们拿一个碗 碗子 拿这个蛋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蛋黄取出好不好 放在饭里面 蛋白也不要倒掉 我又放着 人家会用到 不要浪费哦 如果是在餐馆 餐馆子里的他们的火候够大 所以 方式碰掉的方式会不一样 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们自己在家里 在家里这个火炉 可能没有那么大火 让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机器 好不好 今天我用三颗蛋 三颗蛋黄取出我放在饭里面 好不好 这个蛋白饭旁边 等一下会用到 蛋黄和这个饭搅拌均匀 让全部饭里都占到这个蛋黄 看到这个饭全部都占到这个蛋黄 等下炒的时候非常均匀 非常方便 炒饭呢 记得锅子要先预热先好不好 锅子先预热先 我们先预热先 我们先这个一些葱的话 等一下要用到 好我们的热子 预热的好不好 这个刚刚切了这个 smoke duck片 不用放油 锅子够的不用放油 就这样放下去 因为很多人说 smoke duck会很油腻 对不对很肥 我们就 好好的利用这个油 我们不需要加任何的油 好不好 煎这个smoke duck呢 先开始我们是用大火 大火煎了 煎了过后 它开始有个油脂出来 给我们转一个中小火 好不好 这个smoke duck一煎 它的油脂就跑出来 好不好 记得不需要放任何的油 简直 看到有少少比较香 我们把它煎出来 然后呢 一样不用放任何的油 炒饭不用放油 这个是刚刚我们切的smoke duck thing 把它的香气炒出来 也把它这个油脂炒出来 好不好 这个smoke duck thing 你看啊 慢慢会变小力 它证明是它快要熟了 其实smoke duck已经熟了 可以 你们切片也是可以冷吃的 好不好 做蟋来是什么 好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一样我们大火炒了 红葱先 红葱 如果你这个 这里的油油不够的话 你可以自己再加一点点油好不好 好 用鼻子闻到这个 红葱的味道出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 蒜末 倒进来 记住 一定要先 红葱炒的先 因为 蒜末炒太久 会黑啊 会苦 会带苦 好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 把这个 搅拌在一起 放进来 非常简单 炒饭 这个时候呢 你就看到这个饭好像 四答答对不对 啊 不用担心没有关系 就这样不断的去炒的好不好 炒饭就是一直要炒 记住炒饭 从头到尾都是大火炒 看我们的这个饭炒到差不多 没有四答答的哦 明明分离过后 我们在这个旁边 加点油 这个是刚刚我们的蛋白哦 不要浪费 倒进来这边 有可能会有人问 为什么 这个蛋白要现在才炒 因为如果刚才你 放在一起的话 是太过适了 太过适 炒的饭不好炒 如果是只是蛋黄 啊 跟这个饭 搅拌在一起 这个不一样 比较好炒哦 所以我们要分开 会比较方便自己哦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一点点酱油哦 一点点酱油 颜色好看 香气足一点 不要太多哦 因为 因为smoke蛋也是 鲜度很够的哦 记得 酱油不要太多哦 今天我用的这个是 隔夜饭哦 所以它 比较没有水分 稍微干一点 炒饭其实呢 在这个时候 炒到香气出来的哦 放 一大匙 两大匙的水 这个时候呢 可以让它的饭微软 不会太干 你吃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是饭 炒饭太干的话 也不舒服 炒饭呢 炒到什么时候才够呢 就是你看 它不会太湿 也会太干哦 看那个饭 跳跳跳哦 证明是 你的锅 够锅器了哦 有趣的就是 我会用黑胡椒 其实你要用白胡椒也可以的哦 我这个比较一点 偏西式的炒饭 smoke蛋炒饭 最后呢 一点点盐巴就好 很多食物呢 一定要用到盐巴 把那个饭的食材结合在一起 它才能带出那个香气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这个葱花类 倒进 炒饭第一次哦 从头到尾都是大火炒哦 够过气的 饭会跳 然后 可以跳上来 炒饭好了哦 我们 来摆盘一下 那个丸子 把饭倒进来这边 待会呢吃炒饭里面哦 满满的 smoke蛋 thing哦 也可以吃到这个大片的 这个smoke蛋 最后呢拿一点 主物就在上面 比较香 今天就完成了这个smoke蛋炒饭哦 如果觉得这个影片对大家有帮助的话呢 记得多多分享出去 给更多朋友可以知道这个方式最后去炒饭哦 谢谢大家